成長背景 成長背景 成長背景一定是借鏡 這是無可避免的 看多少、讀多少 誰照顧你 就是你去學做父母的 是應該或不應該 其實是沒有第三個答案 當然 你做父母的借鏡 可能是 你阿公的婆婆也行 你舅父也行 譬如說 我的父母在哪裏 我做父親的想法 是在哪裏 怎樣做一個好的父親 那件事就是由我的舅父、阿公、大舅父 他們去指導我 無論如何都一定是由他們延伸出來 他們做一些好的事 我認同的事 我覺得是合適的事 原來長大了之後 我便會做那些事出來 就算我不特地去想 以前他們是怎樣對我 所以我今天就這樣去對我 不一定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是會的 而其他事我不想做到的 就像我爸爸那樣 我想我沒有理會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沒有一個很好的男人 但我不是說我媽媽不好 我媽媽最值得我學習的就是 她愛我 她用她一生 就是用她很多東西去愛我 但是她是不會去照顧 和教導一個小朋友 所以你的想法 譬如說你覺得 原來照顧一個小朋友 不是單單靠愛那樣簡單的 是的 那我就會去想 很多人就會想 應該在小朋友面前怎樣做 不應該 因為我會去反省這件事 就像我又跟你說過 不應該在小朋友面前 講任何一個 粗口字 不是 陰海 一個家人的壞話 你會影響到她 一個成長的 有 為什麼我忘記了 是不是你以為你自己說了 我媽媽不說壞話 你多細心才放在這裏 我明白 但是又不可以 嘩 你又有糖糖吃這麼開心 但是這個當然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是一個好的指引 不過我覺得你很幸福 就是你擁有你現在這個家人 不是我 就是舅父 阿公 阿婆 因為我都很喜歡你家人 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正面 很討論 很好 很愛的事情 很令到你可以走到正路 我覺得你說得對的 是有家人魔導的答案 但也未必是 我覺得 可能是看電影 或者自己幻想想擁有 好像有一天我跟你說 我想 我要你做一個 Hero的角色 在Abbie的身上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幻想這件事 你記不記得嗎 對 這樣 我明白 我明白 只不過我的評論是 因為你實踐的經驗 一定有地方 一定有借鏡 不一定是家人 我想說 你正在總合你再得到的知識 是 你說什麼都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一直都是做任何事 你都是在總合你的知識 但你也有一個 最最初心的意識 而是會被照顧你的人去影響 嗯 這是必定的 一定 那個不一定是你父母 是 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在期待 我在期待 這個是自然發生 你自然會有 沒有這個特別的心理 我在期待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的演變會是怎樣 我也期待 我也同一時間 享受 我也同一時間 享受我現在和他 他現在超依賴我的生活 是 但我也很期待你接下來的生活 因為我看起來很有趣 就是 你這個感受 我幾個月前都經歷過 他超依賴你 不是 過了幾個月 風水淪流 不是 我不怕 我不怕 我看 很搞笑 看那些父母博物 那些秘密 或者好笑的事情 就是 當你能夠把你的小朋友 放在一間房間裡 而你不怕 他會弄死自己的時候 你的父母的第二階段 就即將開始了 因為到時候 你會有多了自己的時間 當你想想 你可以自己看電視的 同時間 他是懂得娛樂自己 而你又不怕 他在家裏弄傷 闖禍 那些時候 可以自由很多 到他上學 他有自己的朋友 他更聰明 我只能去打球 我沒有理會這個想法 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不是他依賴我 我依賴他 某程度上 就是我要帶他到處去 你也知道 我是他一點點 我立刻就要帶著他到處去 有多辛苦 我也是這樣帶著他到處去 所以我覺得 當初我放他在我旁邊睡 不讓他睡在寶寶床 我都覺得是我自己依賴他的 我最初 經常都說他依賴我 我覺得某程度是 我自己想依賴他的 你依賴他的 你依賴他的 給你 你對他付出那種愛的感受 對 我真的有依賴他的 我也明白 我都很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有一刻 我不想他 不會幻想他長大 也不想他長大 我有辦法 我永遠都不長大 很煩 我覺得 一定會經歷 他一定會經歷 他一定會需要他自己的朋友 多於需要家人的時候 但是 我希望我會告訴他 無論如何 我都支持他 那些 是的 我明白了 嗯 我明白 膶振 你 好 你明白